防守呢,他的手法的防守这个强度真是跟他的踢不比啊,没有任何这个 好的啊,又是 上会上会下降,但他助攻不会下降,助攻之处应该说 会进一步的上升,另外一点他自己 说好突破,漂亮,板心上来 二年级生,给对方是上了一堂课,你再看一下他的板心上完 空中还做了一个拉杆,回过头来造了一个状元秀的一个 今天主要的功劳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率领全队靠这么多助攻把比分给板平 然后刚才一波起初打出高潮的时候 他又用一个突破上篮,他造了一个欧文的一个犯规 把比分又hold住在,如果罚中的话就10分 现在他是抢下了17分 加到篮板前的了,非常快 长城到前场,舒豪交给队友,又是造成对方的一个犯规 成功算尽,他要有机会追加罚球 第三个情况下,还是把球尖就是残过去的 再看一下他的助攻 到前场,也敢打,给打三 运气也好 舒豪啊,非常大功无私的在为同伴创造机会 天瓜,说实话这个球是有点不争气了 看起来,看起来,林舒豪是不是也非常刻意的去配合这个小天瓜 后头,犯规,漂亮 其实对现在的情况就像这个尼克斯队的第一届情况一样,全线压火 是,欧文刚才在外线已经投不进了 结果他外线很有功力,上半场表现也相当不错 林舒豪刚才这次二次篮板抢的时候非常合理 非常关键的,把比赛的这胜负的盖子给盖上 还是Jerry Minling,还是Jerry Minling 传给队友,挡拆之后,小肃在篮下 这给舒豪的第11次助攻得手 对,而且是离谱了他 又抢断,舒豪抢断得手 又是舒豪 又是我想起上个星期在主场 观看尼克斯,目睹尼克斯观众啊 沸腾的一幕啊 看看林舒豪的助攻 传球的功力啊,这个非常不容易的 你看这个防守的球员正好避过 他起不来 有欧文是背对这个他的